好我们来看这一题 它说利用克拉玛公式要来解这个方程组 那我们呢 把这个方程组呢整理一下 2x加3y等于负4 然后7x加11y等于1 我们把常数项呢移到等号的右边去 好那我们这边呢 就利用克拉玛公式 好那我们就来写出它 各个不同的delta 因为我们就是要用克拉玛公式了嘛 好来delta呢就会等于 那x跟x的系数放下来 y跟y的系数放下来 好那这个行列式呢 我们就可以算一下22 减21 所以它就是等于1 好那 delta x呢 原本的 delta照抄之后 把x的部分呢 换成是常数 常数的部分 所以就是负41 好那算一下 负44 减3 所以就是负47 好那delta y的话呢 也是一样 好 x照抄 然后y的部分呢 写上我们的常数 好 2减掉负28 所以它就是30 好那x就等于delta分之delta x 所以就是负47 y的话呢 就等于delta分之delta y 所以呢 就等于1分之30 所以就等于30 所以就等于3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